不分教派探究佛法的争议 菩提道中心将传授修心七药和大手印 台中菩提道中心于2008年在红宝冠法王 夏马仁波切的指导下成立 提供在家居室一个学习佛法的专门场域 夏马仁波切自1996年陆续在世界各地 建立了约有40个菩提道中心 传授修心七药与大手印 菩提道中心是夏马仁波切 夏马仁波切是戴个红帽 感妈把是戴个黑帽 所以它有两个派系 一个叫红帽系 一个叫黑帽系 这个红帽系 夏马把 它在1996年的时候成立了菩提道中心 一直到目前为止成立了有40几个 因为它五年前就往生了 我们只要修一个四倍观音 或者修一个我们现在菩提道里面 常常用的一个法叫做修心七药 修心七药的这一本书 就是阿底侠尊者所编的 或者刚波巴大师的一些大手印 足足让我们去开悟了 然后大家能够在这边聚会 在这边学一个法 它的目的是把你训练好了以后 你自己可以在家学 在家修都可以的 台中菩提道中心鼓励大众 避免造十二页 避免痴迷成立于盲目信仰 希望地址能努力发起菩提心 并将菩提心和决心相结合 如此将能产生巨大的功德 以进化过去的二页 在修道路上得到最佳的进展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台中采访报道